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陳廷安 這個畫的是游滴呢?還是沙樂眉呢? 沙樂眉嗎?怎麼判定的? 亂猜的 卡納勒不是他 這個畫的是沙樂眉沒有錯 我們介紹最後一個 老式族語體時期的最後一個畫家叫格雷克 他的名字一樣的也不是他本身的名字 是一個外號 這個外號就是希臘人的意思 為什麼叫他希臘人? 他出生在克里特島 就是希臘文明開始的那個島嶼 他後來到了威尼斯 意大利半島學習繪畫 但沒有一個很好的發展機會 因為他的那種繪畫的風格 然後不太符合那個時期 意大利人喜歡的一種繪畫的形式 那後來輾轉來到了西班牙 才在西班牙發展其他的那種繪畫事業 所以西班牙人就稱呼他為希臘人 因為對於西班牙人來講他是有外力來的人 同時是從希臘來的 所以就叫他西班牙的 這是他的畫作 變形的也是蠻厲害的 變形的也是蠻厲害的 這是一個比較 曾雅琪 你覺得哪一幅是這個葛雷克的作品? 左邊還是右邊? 左邊 右邊 你猜得出來是哪一個時期的嗎? 我們教過的時期 也就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時期 那你覺得兩個有什麼差別? 色彩 比例 人物的比例 臉 拉得比較長 那這個是 一樣是我們 思傳系在教醫用解剖學的時候的一個講義 那可以大概了解一下 人體的一些比例的一些問題 那我們請惠同學回答一下 請問兩隻眼睛中間是幾隻眼睛的寬度 一隻 好沒錯 所以你在畫那個龐氏症的患者的時候 他就會把中間的眼睛把它加寬 那一個人的那種鼻子的寬度 大概會跟五官中哪一個位置去切齊? 那個 減 減笑還是減暗笑? 減暗笑嗎? 好 請問 那個鼻子 鼻翼的寬度 會跟臉 五官哪裡切齊? 不知道 兩隻眼睛的內緣 大概是我們鼻翼的寬度 那現在韓國流行 鼻翼比較窄一點 所以我們就會把它畫的 比那個一隻眼睛的寬度 再來窄一點點 好 那這個葛雷科 就是角式主義時期的那種人物的變形 是在對醫用解剖學的了解上 改變他五官的參數去做的一個變形 那跟中古世紀是對醫用解剖學不了解的情況 產生的那種變形是有差異的 那這個陳廷安 你覺得哪一個是中古世紀的會畫 哪一個是那個葛雷科的作品 左邊是中古世紀 右邊是葛雷科 沒有錯 左邊看得出來就是他對那種人體解剖的 人體結構的概念是完全不了解的 那右邊是看得出來那種結構的關係 只是他針對這個鼻子、五官、嘴巴的比例的參數 做了一些調整 好 這是葛雷科最重要的一幅作品 他講的是歐貴之伯爵的葬禮 那這個歐貴之伯爵跟他不是同一個時代的人 是這個1312年的時候 中古時期的時候 滿傳奇性的一個葬禮 他講的就是有兩個聖人 歐貴之伯爵死掉的時候 那有兩個聖人 將領了 把這個屍體放進了墳墓 那同時護送他的靈魂 來到了天堂 那這幅畫裡面 這個葛雷科把自己還有他的兒子 畫進了這幅畫 可以讓大家找找看 就是葛雷科跟他的兒子在哪裡 讓大家找找看 可以看兩個人特別不專心的 都沒有觀看這個葬禮的情況 那兩個人就是 葛雷科還有他的兒子 五秒鐘找不找看 子萱有找到嗎 有哪兩個人特別不專心 最左邊 這一個嗎 不是 這一個嗎 還是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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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了反方向 確實是不太專心 他有兩個偷看鏡頭 有沒有看到兩個偷看鏡頭 他的兒子在這邊 你可以看到他的眼睛是看著鏡頭的 另外一個是出現在這邊 這是葛雷科他自己 這個畫家 這個時期的畫家有一種特色 很喜歡偷偷的把自己藏進這個畫裡面 像米開朗基羅把自己畫 把自己藏到自己的畫裡面一樣 後來繼承了 角色主義就是繼承米開朗基羅晚期的一些作品 他去畫的時候 他也會有這樣的習慣 把自己畫到自己的畫中 好 角色主義時期就介紹到這邊 看一下時間 8點50 我們先休息10分鐘 9點我們繼續巴洛克時期的介紹